你在这个电影里面 一门心思那个钻下去 钻了五年以后是个什么样 那个时候引进了股东吗 我是05年才有股东的 05年 那就 不 2000年有过一次股东 但那个股东是完全不正规的 是我骑马的一个这个马友 或者是开车的一个这个 就是开车的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是比较爱娱乐 就是这个超前消费比较厉害 赚多少花多少这么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什么 没赚几个钱 其实按理想我的资金实力 是不应该开法拉利的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开法拉利 就是这么 2000年就开法拉利了 我觉得还是和这个年轻人 这个比较爱炫耀吧 就是说这个 那个就是有那么一个朋友 也是个法拉利车主 我就我们俩就在一次去法国的路上 而且我们去法国这个路上 是极为的浪漫的一个行程 就是说我们一帮朋友去法国买马 你说那个时候就会开始买马了 对不对 我们要去什么 努曼地啊 去了好多地方去看马 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 就是喜欢骑马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 你说喜欢也不能去 就是有那么一个巧合 有一个做房地产的一个老板 也是北京人 我觉得性格也比较好 我们俩就随便一谈 完全不懂得自己的公司怎么坐下 就说那个华一也不错啊 你这个现在拍女人挺好 我也挺有兴趣的 我这一拍即合 就什么都不知道 完全是无序的 而且是特 要现在说是太贱卖自己的公司了 我一把卖给人了百分之五十 就是说那咱俩合作五五分账呗 就是五五吧 你没跟你弟弟商量吧 他也是普通 他也不懂 我觉得他还不如我懂的 我就更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胆着他 我就说这样吧 我们大概算了算账 我们公司里头投在电影电视剧上 一共压了这么多钱 就完全是现金对着 人家投这么多钱 就占了我百分之五十 如果按今天这百分之五十 将近五十个亿呢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历史呢 就不用去想 要如果今天我也懂得PE啦 公司作价呀 融资啊 溢价呀 这些我完全完全不懂 我觉得现在谁投你公司 你肯定不会原价卖给他 对吧 这是我想的 这个所以我就想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他真进来了 进来了 当了我好几年股东的 当了我四年股东的 那怎么把它弄出去的 也没有弄出去了 我觉得就是 我后来是略懂了一点 还是不太懂 就是说也是在 在他资金比较紧张 就我这个朋友 后来做生意做的 当然这么说 可能不太合适 其实小伙子人非常好 比如小两个小三岁 当时你想进公司的时候 我们俩都是个很年轻的人 往前一推推十二年 就是四十岁都不到 对吧 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在这一块一拍即合 他拿了四千七百万现金 我印象 这个数字我是记得住 就百分之五十的股价 百分之五十 所以按说一下 我们的公司当时 做价就不到一个亿 其实按今天的做价方式 我怎么做价十个亿 这是最起码的 对吧 这个买了 但是他退出的时候 也非常巧合 在中间呢 我是学习了一些东西 我开始觉得 我的公司俩人都百分之五十 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是不合理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最后 在矛盾出现的时候 谁说算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动心思 要买回百分之五来 买百分之五呢 我就跟他谈 那人家也是非常大方 对吧 第一说你还买什么呀 这意思我当时 这个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意思 这百分之五十 就觉得不是太合理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 那他也没说 也完了 当然他有一个诉求 这个诉求呢 就说那中间呢 咱俩合作一段 我觉得这个行业挺好玩 你看要不 你要是说 你拿回去百分之五可以 我能不能自己 干个影视公司 就是这么回事 就特别的巧合 他人家觉得 不愿站在幕后了 说王中军 王中蕾挺风光 我也愿在第一线来 我觉得这买的挺好干 就跟我说 我能不能也干一个 就是后来的那个太和 叫太和什么什么 后来做过太和卖田呀 就那个唱歌 做过很多了 对对对对 做过很多 当然现在这公司 确实做得也不太好 这个虽然是同行 我们都是好朋友 说得非常直接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 就是历史 是这样过来的 他呢 其实有这个诉求 那这个诉求 按理讲 股东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俩是合伙人 我干这个 你也干这个 不咱俩成竞争对手了吗 所以他这里头呢 是觉得是有一定的 不符合行规的 但是他就拿出 百分之五让给我 这算是面子 说你不用花钱了 对吧 就是给我一个权利 我呢 去可以做一家 泰河影视 你呢 这个公司你继续干 我继续当股东 但我退百分之五 你变成55的股东 我成45的股东 就是你说了算了 我也不参与了 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就变成了大股东 完了变成大股东呢 又在也就是几个月之后 我觉得他可能 咱们就是做企业 总有资金紧张的时候 他是资金非常紧张 他做那个公司 或者做自己的主业买卖 他可能资金上有缺口 就我们俩又坐在一起谈 谈呢 就给我开了个价 就是按生意了 就是开了个价 说我反正我投了你四千多万 对吧 这个我呢 现在咱俩别挂在一起了 因为我也干得好 干脆你把那45 给我买走得了 就是那肯定不会 我给他四千万 他就买走啊 开了个价 我觉得在这说这个价 可能不太合适 反正也不是太高 也不太低 大概赚几千万的利润 赚几千万的利润呢 一倍 假设就是一倍吧 就是这意思 说中军你给我假设举例 这个是不是准确数 我不知道 就是你给我八千万 我就走了 就是那个 你就玩你的花兄弟 你自己玩 这多好啊 你这兄弟俩自己玩 我说没问题啊 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你不有那么多块钱吗 借呗 对吧 我觉得这个钱 我还真是借的 那个我觉得呢 第一呢 我这时候已经懂了 我如果不懂 我也没这个魄力 再花八千万 把这个股权买过来 你跟谁学的 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 我的朋友太多了 刘二飞啊 这个 那个时候你就跟刘二飞认识 我跟二飞都很熟了 二飞啊 朱云来啊 我觉得这俩人呢 是我在金融知识上的启蒙老师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特别认真的教育我 看来我是个可遇之才啊 就是说人家不收任何钱 就是爱约着跟你谈 就是要给你上课 我说行 那就反正无常的呗 约着我约着我 大约上了多少次课的样子 每个人都要说不认真的 就是瞎聊天啊 吃饭啊 喝咖啡啊 都算上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还挺长的 但是认真地给我做 假设我记得在国际俱乐部 朱云来拿张纸 给我画结构 对吧 这个金融的杠杆 你这个公司未来的前途等等 这个 我用了半天时间 我确实也听懂了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生活的社会 其实朋友最重要 就是你 你从朋友身上可以 学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 我觉得你接触什么朋友 自己是什么人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 这是哪一年呢 那么花贪 大概是 零四零五 就这么一情况 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说 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要把这个股价买回来 人家那些 做金融的人 觉得 哎呀 终究竟 价钱都不用谈 这是太合适的机会了 说这就是一次机会 就像金融危机一样 全都特便宜 房子原来一万 突然卖五千 就这感觉 就说你 无论如何 你要把这买回来 借钱都买 这是 这是给我的启发 当然我还是 说实在 我还是一个商人了 我还是跟人讨了一下价 这个说实话 也不是那么厚的 我就说 让一千万 他开了一个假设八千 我就说七千就行了 咱俩说好了 那哥们可能估计也 确认就这么定 你也没跟他把金融杠杆讲一遍吧 你说 我估计他也懂 他也在准备拿这笔钱 杠别的杆 我就是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了 那他肯定也是有他的投资目标 是吧 这个我觉得 这个企业缺钱 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个时候呢 就 等于回购了自己的股权 当然回购这个股权呢 是 是这时候又是一个朋友 在帮我做 那现在都是 其实都是圈里的朋友了 王朝勇 王朝勇呢 这个时候呢 就站出来 他和朱云来 和刘二飞不一样 刘二飞 朱云来是 给我是我的启蒙老师 教育我 是不收费的 那个朝勇这时候来呢 就要收我费的 说干这事呢 我抽 假设3% 是吧 我帮你 把你的结构做一下 融比钱 融这笔钱呢 就可以把那笔钱还掉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肯定是增值了 就你的股权增值了 这招是他教你的 就是说用融来的钱 对 我觉得这个呢 也不是教了 其实这时候 做企业已经做这么多年呢 已经有这种感受 十年了 就是需要专业人士 我觉得朝勇是专业人士 我自己可能也会谈 但是朝勇去帮我谈呢 我就省去了所有的这个 我刚才说 我对别人专业人士依赖的 我第一个依赖的金融的 真正帮我做服务的 就是王朝勇 王朝勇呢 这个帮我做了服务 当然他也赚到钱了 完了也在这个世界 也投进了华谊 就是也当了一个 当时是很小的股东了 大概百分之二三 我印象上 完了把这个Tom引进来了 Tom呢 一千万美元 买了公司多少呢 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忘了 大概也就百分之二十几 但是借了五百万美元 就是说实际上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拿了一千万美元 用五百万美元 买华谊的股票 就是买华谊的股权 完了借给王中军 个人五百万美元 实际这个钱 我就是为了还债用 就是要拿这五百万美元 加我的钱凑不凑吧 要把另外的朋友买出去 实际上借了一部分钱 拿自己的钱 等于通过这一次交易呢 其实我瞎折腾 我一分钱没赚着 但是呢 我在公司 持股比例上升了 就这就是华谊的 这个资本之路 那个第一次是05年 Close应该是05年做成的 那个当时 刘二飞和朱云来 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评价 你当时50 卖4700万这个事情的 他说没有 他说你这事 这也太 哪有这个公司 就这么卖的呀 他说那个 我说我们那不叫卖 我说我们俩是合作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些人呢 都不会去追究这些事 已经完成的事 有没有问题 对吧 他就说反正 你肯定啥都不懂 你这个公司 没有这么做的 但是中军反正已经做了 反正都交朋友嘛 反正我觉得他们是 我觉得他们俩这么愿意 当我老师 我觉得还是看得上我 就是觉得中军的人啊 是可教之人 就认为我在电影行业 一定能做起来 我觉得他们还是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通过朋友聊天啊 我对电影的理解啊 对公司的掌控啊 其实起码这个人 是可以做大企业的 我觉得是这种感受 所以就鼓励我说 应该继续走 这个资本的这个路 完了当然 朝永在这个时候 就成了我的 真正的财务顾问 完了呢 就是做成了第一轮 我第二轮就是马云了 到07年 好 那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说啊 就是这会儿 就是终于来和刘二飞 说你不能这么做的 你那时候真的后悔后大了吧 没有 一点都没后悔 为什么没后悔呢 也都没听懂 就这个事儿没听懂 还没听懂 对 就说你卖便宜了 对吧 那你不能说你小时候 你这个娶个媳妇不漂亮 那时候你没看着漂亮的 对不对 我说你这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觉得什么都是按阶段 要说我就说了 我刚从当兵回到北京的时候 看我们班女生谁都好看 我一点不夸张 我们班的20多个女生 我当时觉得娶谁都可以 就哎呀 怎么这么美呀 看谁都好看 但是可能你过了时间以后 看谁可不好看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人 你不能后悔这个事儿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过程 我当时股权转让过程 到今天我看见我这个朋友 他也很感慨 他也不知道我们俩当时怎么做的 最后怎么买出去的 他也觉得中斤反正你挺牛的 我也确实没想到 这么几年 就说华兄弟是这个样子了 他要知道这个样子 五十个亿呢 对吧 这个就差得太远了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见得后悔 我觉得这个人都会是这样的 我就对事情是该你的是你的 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 我觉得这么一情况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一般来说做电影的这个公司 文化人 你相当于在文化人堆里 然后是在这个娱乐圈子里 对不对 一般来说你是接触不到 像朱云来和刘儿飞这样的朋友的 或者说是 这些人是不大愿意 跟财经界的人去接触的 那你怎么会有交上这样的朋友呢 这个过程我都忘了 我这个不太了解 是我怎么认识他们的 反正肯定是什么活动上 见着了 完了就跃跃吃 大家在一块经常聚一聚的 我觉得我是 可能在这个企业圈里头 算满娱乐的一个人 就是说 就是大家聊天 我到今天印象 我应该人缘不错 就是肯定人觉得 跟中秋人在一块 蛮愉快的 但是我怎么接触的 我给忘了 这个为什么认识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后来这么多朋友 这个 不知道 可以确实忘了 先想起来 你知道 这个文化圈的朋友和经济 就是高端财经这个朋友 是两波 实际上是自你这个公司起 把一拨人给整在一块的 大家都在一起 你记不记得这个中国企业家 这个俱乐部盗农会 就是实际上是少有的是 做文化人创业在那地方 其他都是财经界人士 我认识他们很自然 我在二套 做财经节目 是吧 这个很自然的 但是你接触这样的人 而且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其实你的 其实你的华裔是没有到今天的 现在要想到 所以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人 你交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接触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我是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的发起历史 按理想这个发起历史 一共就二十个 我作为自己 那个时候的企业规模 也没这么大 我就是他们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发起历史 我参加这种社会 公益类的组织 从来不过脑子的 就是我这些年参加 你说中国很大的 阿拉善 对吧 阿拉善慈善基金 我也是发起人 对吧 这个就是说 我这么多大老板们在一起 捐一百万 我也没过脑子 捐一百万就捐一百万 我觉得是做公益 制杀 对吧 而且那天特别巧合 成立阿拉善那天是我生日 所以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你说我现在是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 发起历史 是中国企业家论坛的 去年我还是轮职主席 但这些都不是刻意的 就是说我觉得都是 特别自然的 就和这些朋友融在一起了 也没有刻意的说 就这里头 当然我觉得受益是非常多的 就是你这里头肯定受益 我觉得受益都不是 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 就是你学习的一种 手段啊 办法啊 我觉得还有心胸的问题了 就是人的心胸是可以变的 就是你看到人家的企业 做企业是这个样子 你可能也逐渐地把自己放的 但我个性变不了 就是我到 我这企业做多大 我也是这么一个 不上班的老板 这个说句实在的 我确实不上班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董事会秘书 或者我们CFO 对财经媒体的说 老板你不能这么说 这个上市公司老板 哪是总不上班的 对我们股价有影响的 我说那我这也不能装啊 他确实不上班啊 对吧 我这么多年 这个我就这么一个性格 对吧 你像假设我的这个秘书可能好久都不见着我一回 所谓我秘书就是电话里为我服务服务 对吧 这是个性 你这开始做电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 一直这样 我这个懒啊 你做CIA设计这些事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的 我从创业第二年就 就做外卖的时候不是 对 从外卖的时候 你不去人家给钱啊 这个是你可以在家里什么都可以干 我觉得现代企业老板上不上班 我认为一模一样 你就说你吧 除了你当主持人 因为你又是老板又是主持人 除了这个事以外 你说你在家打电话 和站在这说张三干这个 李四干那个 你说有区别吗 没有 对 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有的人特事 就愿意坐在这指挥 有的人呢就愿意在家里指挥 对吧 就是这样 你属于那种不事的 我是懒的 不是不事 对 咱们再回到汪朝勇这来 当时汪朝勇是主动找你的 还是你找他的 细节我也忘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找我 应该是他找我 说中军 那个你这事啊 应该怎么样 我帮你这个弄一弄啊 我说没问题啊 完了当然人家是非常专业了 人家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顾问公司啊 人家又有合同啊 夸夸一拉我一谈 听清楚了 就是要签个合同 等一下 这个 那个时候呢 我们公司还没有CFO呢 就还没有财务的这个真正的 就是负责金融投资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个也是华裔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说 汤姆进入华裔拿了一千万美元 其实那个时候一想05年拿一千万美元投一个文化公司 很多 还是蛮胆大的一个公司 对吧 我们谈判也不算非常复杂 这个 当时这个汤姆还还是我找的 还不是潮永找的 这个所以呢是潮永只帮做了服务 但是那我跟汤姆 这样照拿 百分之三 对 汤姆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细节潮永帮助做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应该这个合理啊不合理啊 站在哪个方面 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客户争取利益啊 其实我是跟王欣 就是当时汤姆那个CEO 这个咱们圈也 王欣欣 对 这个王欣呢 我们俩那个谈这事呢 几乎就像上帝安排的一样 我正在准备融笔钱的时候 我在那个印象是 长安街那个就是东方军院 大唐 王欣讲 哎 中间打个招呼 中间又打个招呼 坐那了 说你这个最近干什么呢 我说我最近呢 准备融笔钱 这个这个 这上来就说了这事 对 他说问我干什么呢 那我就肯定把我干什么活呢 我也没说让他给我投笔钱啊 对 我就说我要准备融笔钱 这么把公司结构 他说这我很有兴趣啊 他说这个 他说我其实一直想约你聊一聊 我觉得华西挺好的 什么这样的 我觉得就这么一句话 我们就进入了十几段 就是十几段完了呢 就朝永就坐出来做技术服务 完了就做完了 这个价钱呢 说的这个价格都是胡开的 到那时候都没有PE 我认为啊 三千万美金 公司做价 这个价是哪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王正军 拍脑门说的 说我觉得我公司值三千万美元 我当时算账融那个钱 一比例的把那个钱还了嘛 对吧 大概就三千万美金 当然后来呢 你这个时候没有找刘若飞和那个 中英来这里算算去 我觉得也不用问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事 太专业了 不行 我觉得太专业 我要认为要是法律师帮助你谈生意 基本80%谈没了 我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律师给我谈谈谈乱 我就别谈了 律师想的全是坏事 我就这么讲 到今天我说律师 我先把这个公司的诉求 大目标说好了 首先我在表述这件事是必须做成的 至于你律师里头为我服务 帮助我维护利益 对吧 但是你不能因为维护我的利益 这事没做成 我这不是瞎扯吗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到今天也是 我认为律师做事 如果按财务和律师 就是真是较真地干 没一个事能干成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比较简单 我就是这个价格 卖30% 我印象是大概买了 容易千万美元 30%这个版是你自个拍的 也没咨询过别人 也没咨询 也没有咨询 那时候我觉得30%挺好 我自己绝对控股 也没有想那么多了 至于怎么做出来的 最后什么PE什么六点几倍 我记得当时 这都是朝永 他们做完这个模式以后 告诉我说 做到这个价格 是这个倍数 也合理 好像是9倍 6.9倍 还是9.9倍 反正这是朝永帮我做出来的 说这个也合理 属于市场上的合理价格 所以既然合理 他就做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做成了 做成以后才开始 我的股东要求 我得有一个CFO 就是说你这公司 人家拿钱来了 总而言说 你不能全听中均的 你这个 咱们得标准点 我们得有个财务的老总 为两方股东 服务 我呢也非常简单 我说你推荐 我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我也相信 我说你推荐一个 没问题 来公司都没问题 后来他呢 是说我们也推荐不出来 咱们找猎头公司招一个 这我才知道 大人物都是猎头公司找来的 后来呢 就猎头公司 之前没有用过猎头公司 没有用过 这是第一次 猎头公司呢 就给我介绍了五个 这个我就看这个CFO 或者当时叫财务总监吧 这CFO官太大了 公司这么大吗 我们那公司规模也不大 三千万美金的公司 要什么CFO是吧 这个放了半天 财务总监 又做这个的 做这个的 做这个的 那我就说面试呗 就面试 那我面试第一个人 就定了 我后边四个也没面试 你也不挑一挑 也没挑 我觉得一挑就乱了 这我的性格 一挑就乱了 我就一看挺好 这个提什么要求都很低 薪水要的也不高 这个说刚生完小孩 女同志 刚生完小孩就回来了 想来工作 说怀疑对他脑子里 就是这公司很美好 没做过娱乐界 原来是这个 摩托拉拉呀 佳能啊 都这种国际公司 做这种做财务的 起码有英文好啊 做过国际公司 我亲爱的 它比较标准化吧 薪水要的有印象不高 我忘了 反正不是这什么原因 我就说就这个了 我就跟那个公司说 下边的不面试了 就这样 到今天还是我们的CFO 中间跳槽的那个人 不是这个吗 CFO你们走那个 我们没有跳槽的CFO 没有吗 这个是假消息 我们公司就这么一个CFO 从头有到现在 起码今天没跳槽 我跟他 我说他要走 必须去一个大公司当CEO 你不去一个大公司当CEO 我觉得你走了就亏了 对吧 我觉得他做CFO做得也不错 我觉得他可以 将来机会是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司 做CEO是可以的 好 这个是2005年 这公司卖了一大步 你看 这个又知道PE了 然后又用了专业机构了 然后又融了资了 然后这个公司治理结构 又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 你在公司发展上 有个什么样的考虑和蓝图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业务形成呢 已经形成了两个板块了 就是实际是有电影和艺人了 我做艺人很早 我是2001年就开始做艺人 做艺人呢 也是个巧合 那个就是那个时候 虽然刚才说的05年 我去自己的公司 我去买公司 我是懂的 我01年就买了一家公司 我的经纪公司是完全买进来的 买进来呢 买公司这个事是谁教你的呢 自学的 也没人教自学的 我觉得应该是自学的 所以买这个公司呢 也是 所以我买这个公司 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现在想想 就是这个无知啊 这个胆大 我买公司 我付钱买了50% 完了对方创始人还50% 我们俩又是放在一起 谁说了不算呢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哪怕 多花一分钱 买51%呢 是吧 所以这个是无知识 就我就觉得 合作就是平起平坐 我干什么当时 你看我以那个股东说 咱俩合作 就是你五我五啊 这才叫合作 我当时就是这个概念 我买这个公司的也是 这个公司呢 其实我也不太懂买 这个这个巧合呢 还是李冰冰是没没人 那个李冰冰呢 是原来是那个公司 就那个他那个经纪人 有个小公司 带着李冰冰啊 这个样的 那这个公司呢 人家别的公司 在买这个公司 有一天冰冰就突然跟我说 哎 钟军哥 这个就我那个公司 有人在买 是大概多少钱多少钱 他还不如华一买了呢 他就觉得 我就是你干活特靠谱 我印象特别简单 我就说那约你一下 那个你的经纪人 我见个面 我也不认识啊 第一次见的 见了很简单 我就说人家多少钱买的 对吧 多少多少钱多少钱 行了 就是你 那你现在为什么 这事没做成呢 完了就说 钱给的慢呐 完了说了一呀 第二天就变呐 他就是说了很多抱怨的话 我就说这些抱怨 我全能解决 你现在提的条件 我全做 明天就可以给你钱 我就说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是 别人都给谈好买卖了 价格也谈完了 这个什么都是 你也不怕他 给你虚高价格 没有 没想 完了就 就完了 而且我做这个公司 几乎从谈到买钱给他 我估计三天的事做完了 所以就很简单 我就买了这么简单 所以我当时有两块 一个是电影 是我跟钟蕾 从头开始做的 另外就做了一块经济 经济呢 我印象特别印象深刻 我们当时七个艺人 就这个经理人 来了以后 带了七个演员 但是现在想想 七个演员都是大派 就是什么李冰冰 范冰冰 什么这个胡军 还有谁的呢 反正有七个人 我印象是有七个人 就成立了 就搬到我们公司的 弄了个屋子 办公来了 这就成了 华一兄弟经济 就我们当时两个板块 那是另外的一个公司了 那那50% 怎么给人弄走的呢 哪个百分之 就是我这个经理人 对啊 那个经纪公司 就我给了他 这个创始人50% 叫我的名字 但是他跟我是对等股东 但人家特谦虚 见着我 还是管我叫老板 老板 我觉得从领导意识上 虽然他是跟我对等股东 但我觉得他是拿我当老板的 这是事实 就是他总觉得我是会干更大的事 这个这是到今天 我也是他老板 就是 他还是那么高的股份 不过一期事就没那么多了 早就走了 人家早就创业去了 就是给我承诺干五年 一天没差 干了五年 出去自己创业 也带走了一些艺人 把股权又卖回给我 卖的赚了钱没有 肯定是没有太溢价了 就是没有 他没赚什么钱 没赚什么钱的原因呢 是他要走的 所以他总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什么都是巧合和运气 他提出来说 老板我呢 这个干经纪人太累了 我想多干点活 我也想当制片人 我想自己创业 至于他去哪创业 我一概没问 后来我说他去了 确实是成天了 后来有一个公司 也很火叫成天娱乐 也是干经纪人 对 确实际严格 就是怀兄弟的半壁江山 搬他们家去了 实际上比你以前的更累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这儿累 那你走了可不更累 这是人家的事 对吧 这个反跟我一提 我觉得这个 所有成熟的经理人也好 老板也好 我觉得向老板提词呈 基本都是想透了 所以你也没必要再 苦口婆心地劝导 说哎呀 其实我好 比他好 没这个必要 我就说想好了 没问题 但是我说 你这公司的股权怎么办 他说 王总你一想 怎么办 我说 你说个价钱 差不多 我再买了 他说哎呀 什么价钱 这个意思我走 你原来 这个多少钱 咱们原来多少钱 就多少钱吧 我都忘了多少钱了 这也是一个不懂的 也不懂 但是呢 但是呢 翻过来说呢 他要懂的话 他也走不了 对 对吧 就一样吧 你拿着我的股权 你是 你是 那叫什么 就是排他性的吧 就跟我那个第一个股东走 为什么拿钱就要走的 他是因为 他是违规的嘛 按理讲 他是不能跟我同业竞争嘛 对 跟这个金花走是一个道理 他必须得卖给我 他不卖给我 你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呢 就说他就卖给我了 所以我们到今天也是好朋友 而且我觉得走的时候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艺人 我也非常 我觉得我这个人的总体来讲 是比较大度 就是说 到今天我也没有太小心眼过 我就说这样吧 艺人愿意跟你走的 全可以走 艺人愿意留在华仪的 留在华仪 我说艺人愿意走的呢 象征性公司交点违约金 我印象 说句开玩笑 哪就是一顿饭钱 他们要得 现在要得要起来 二百倍都得要出来 违约嘛 现在你看这个艺人一走 要的违约金那个天数 对吧 医药都千万两千万 我估计那时候 我就是一顿饭 我就是象征性的 你别说你在我这 本来你是我的人 说走就走 你总得给我个面子吧 对吧 象征性的一顿大饭钱 就算是请老板吃顿饭 划走了一对 当然我这一次也彻底改变了我经纪公司的格局 原来经纪公司我完全摔手的 这公司怎么管的我也不知道 业绩说句实在的虽然有意义人 但它整个管理系统是有问题的 但是从那一次呢 我觉得坏事变好事 就是华仪开始引进了经纪人质 就是我们有了这么多个经纪人 所以迅速可以我们做到一百个明星 完了我有规模 对吧 我觉得这个什么事都是换位思考 就这个时候你还是十一点起床 肯定的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十一点起床和上午起床 我觉得对工作效率没有什么影响 下午集中办公 你说一个人办公真正工作 你说物理劳动这人干八小时 可能吗 就完全不可能 我觉得三小时 就是真正的动脑子干活 就是足够 对吧 大多数时间在这阅读啊 看书 瞎聊天啊